云林2022就业博览会规模盛大 80家厂商联合征裁 释出3500个的工作机会 就业没合律超过五成 求财区人潮络绎不绝 大概3万到3万5左右 可是现在很多都要轮班 你会答应吗 轮班比较不考虑 我们希望有工作热情的年轻人 然后呢他是有进取亲 有责任心 就这么简单 我们非常欢迎 就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到我们公司服务 缺儿的部分是 我们的机械跟机电的工程 还有职业安全卫生管理的职缺 那依照他们的精力的部分 会进行就是一字两成的调图 人潮非常的涌略 有超过2000人次来参加 那也希望能够每一份 我们多的需要就业的 就业的朋友们能够找到职缺 那我们今年也有结合各单位 各职缺 那有希望说有中高龄 然后青年的职缺什么都有 然后希望多元化的职缺 然后让我们的县民可以找到工作 就业博览会集结五大产业 包括食品制造 住宿餐饮及医疗保健等 80家厂商征裁 而银法族就业和长照服务项目 也特别受到关注 我们是云林县银法人才服务据点 那我们今年刚成立 也是云林县最新最新唯一的一个服务据点 那我们真的55家的这些中高龄以上的人 做所谓就业促进跟就业服务 旧博会除了厂商征裁区外 还设置各类劳工就业资源专区 有青年就业 缺工奖励专区 履历见诊等就业促进专区 希望提高媒合成功率 新唐雅台电视 廖立芬台湾原联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